但是我覺得護幼是社會上比較的弱勢 那我資源很少 那我能夠做的只能選擇 就是說 教護者的孩子 對 教護者的孩子還有婦女的問題來做 其他事情就讓其他的公益團體來做 是這樣 加上本身我也是單親家庭長大的 而且我們是窮人家的小孩 窮人家的小孩 所以我就是針對比較忽悠議題來著手 大家的觀眾介紹一下 你們首創文教基金會在任務範圍在哪裡 我首創文教基金大概就是針對 就是說關心忽悠 還有一個弘揚孝道 我覺得孝道比較視為 但是我覺得這個孝還是滿重要 就是說 因為沒有父母你怎麼來 包括我今天沒有我的父母 我今天也沒有在這邊 所以我大概主要在這個 就是幫助關懷婦佑 還有這個弘揚孝道 但是很多人家 照經的都是父母咬得不好 那是父母的問題 那我們更要去幫助 幫助父母做這個事情 可能人家咬得不好 可能是他心有未戴 有些單親家庭 像我有監錢給幾十個小孩子 其中的小孩子是 外陣 外陣 我有跟媽媽聯絡 因為我一直聯絡不上他 我就不使勁打了六七通電話 終於聯絡不上他 我說我要捐錢給你 你是不是那天晚上帶了小朋友來 他說他沒辦法來 他一天工作十二小時 小孩就等在家裡了 他從兩點要去上班到半夜市 上班到一兩點才回到家 像這樣問題就是 你見人說小孩子的環境 那孩子放在家裡怎麼搞病 有的時候就會 招親養 對 招親養 或是交到不好的人就會招親養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父母交不好 有的是他自己可能交易程度不夠 也有可能是 他根本沒有心力來照顧小孩 環境沒有應付 對…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來分擔做他們的工作 還有他從事的職業可能也有關係 我看北母人在家裡當時 小孩也第一次當時 北母人在當時 我小孩也第一次當時 就這樣子嘛 這樣就對了 做小孩的養子環境不好 你是怎麼打拼開 有辦法創業 做武器金會來照顧這些 中下改善這些小孩 其實我很感念我的父母 我家是一個親含 我們家是親含家庭 還有四個孩子 但我們家裡這麼艱苦 我在那個年代 台國學比我去學生 差不多 我介紹一下孩子成績很優秀 哭到台東去做土地去做生 可是我的父母 堅持要我們四個小孩 要賺錢 要賺錢 所以我們四個小孩都讀到大專 學會的負擔 第一點你一路讀大專 你要學會 學雜費 第二個減一個生產 減一個賺錢 所以我們家裡環境就 我做小孩穿環境也很壞 來不了我媽媽做錢 要我讀坐的時候 找錢很少 真的也跟我媽媽說 穿環境要不要做什麼 所以做工探錢 以前的北部的管道 人家的管理是這樣 我媽媽跟我們親吻說 工藝不透透 工這個字 那個頭生不出來 工藝不透透 比較艱苦 小孩特色 所以你在那時候特殊翻 對 但是你不做老師 我有做短暫的做 就一直遲掉了 是怎樣 是怎樣 做老師 不要說一千而已 也很穩定 沒有 但是我是想賺錢 我有我的心願想要想 但不是只是做一個安分的工 進工校人員 然後就過了這一生 是 我想多賺一點錢 甚至跟他說 我要回饋社會 因為這個講到 我的父母其實我很敢念他 我們爸爸做目標 我們爸爸有個觀念 不是跟我們媽媽 我們媽媽是受日本教育 所以他希望孩子都要讀書 那我爸爸做木匠 那也去當兵的時候 也跟日本人也學一些 所以他的觀念也很好 所以他也要 他跟我媽媽都要我們孩子讀書 我爸爸那時候 為了抚養我們這幾個孩子 你知道嗎 我對我爸爸的印象就是說 晚上十一二點要睡覺了 才聽到我爸爸騎腳 他就回到家 我那是死相 啾 煞車的聲音 停下來 早上踢打木匠的時候 我爸爸把木門推開 乖 又乖 又管起來的聲音 我爸爸是這樣 一個月領至少五十天的薪 一個月領至少五十天的薪水 一個月要領五十天 一個月要領五十天 不是齁 七點到十點半天 十點到十二點又半天 這樣 每個月都寄就五兩五十天的薪水 以前做工沒錢 還有最主要我媽媽是心臟病 做工夫應該是 沒有 以前做工沒有錢 以前做工沒有錢 就是以前做加班還要 你愛我爸爸 經常做老闆的LP 老闆才要指貸工作給你加班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加班 是 所以我爸爸真的很辛苦 一個月都要領五十天的薪水來維持 那我媽媽因為心臟病的關係 看一次病我記得是 那個 兩百塊 看一次病兩百塊 早上兩百塊很大 很大 然後是一個禮拜 醫生要來出鏡 可是現在健保的才兩百塊 好 所以我媽媽一個禮拜要吃一個月 一個禮拜要吃一個月 為了不要炸成我爸爸的負擔 一個禮拜 一天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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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所以我很感念我父母這樣 那講到我媽媽是 我在讀國聰的時候 我媽媽就自殺了 OK 他因為 因為要不要炸成 他覺得他再這樣拖下去 這個家庭就沒有 整個口罩 整個口罩沒辦法 那我 當時我媽媽自殺的時候 前一天晚上還交代我說 他明天早上要睡晚一點 那時候禮拜天 那不要吵他 那不要吵他 你大小嗎 我是 我是老三 一個哥哥一個姐姐 是 那還交代我 那個明天早上他睡比較晚 不要叫他 他就是一怕夢 發現他自殺 就到十點多 十一點了 看媽媽還沒有其他人去叫他 發現我媽媽嘴唇發黑了 然後手上握著一個藥瓶子 那他自殺了 我們趕快送去馬街醫院 馬街醫院到醫院的時候 強行進去直接打在心臟上 沒有用 當時我爸爸沒有前後押 回去要回 我爸爸在利用中午太平街 沒人的時候揹著我媽媽 偷跑出來馬路上攔了一個 計程車 那我爸爸坐右前坐 我跟我媽媽坐右後坐 那我那時候怕我媽媽 計程車司機花媽媽 然後載一個死人 我很懂事 我還趕快拍賣媽媽 背著媽媽 你有沒有好一點 你我們很快就到家了 我是怕司機會發現他載死人 他載死人 你不載的時候 人家醫院會堆出來 所以我經過這個 刻骨銘心的歷程 所以我一直心動一些 我要賺錢 我要幫助窮苦人家的小孩 就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要靠到司機不簡單 那是很優秀的孩子 我高中讀建宗 高中讀陳菸 也是考的 高中讀一屆 那其實我 我國中畢業的時候 我前校那時候有畢業經事 我還得到第一名 第一名 獎猿 第一名 那胡云社我忘了 我說一陣子很壞 我不是要寄這個胡云社 是什麼名字 後面要回饋 要逛 對 要逛 也忘了嘛 我說那時候小孩猿猿猿嘛 給我960塊獎學金 那我那時候讀建宗 一學期註冊會是400 因為清寒子弟 學財會減賣200 到六十塊店 我帶到古山 上學期玩耀村 是 就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建宗 後來讀師大 這中間我也是半功半讀 其實我國小就在賣冰棒了 還有白馬很老公 對 聽說你做小孩就有生在頭殼 對 對 是這樣子 你做小孩就去賣冰棒來賣 對 人家那邊賣冰棒工廠 就這樣子 這三塊不容易嗎 我就要毛巾包就包 所以很快 因為我沒有錢買那個冰筒 賣冰棒要有那個炎炎的冰筒 對 我是用我爸爸 不然也有破壞 不然也沒有破壞 我爸爸就那個 他做新郎的時候買一雙皮鞋 那時候是木箱 毛巾包很多層 就這樣去賣了 很快就溶結 就要趕快賣 本來紅豆冰五毛 青冰兩毛 看來開始賣了 紅豆冰三毛 平冰陰毛 你賣不賣不賣 不然你賣什麼都沒有 因為就沒有了 這有點跟股市的觀念一樣 要捨得 你不敢賣 你化成一水什麼都沒有了 是 所以你買得 台北結之後 實習之後 做冰回去 你就去做生意了 對 我就辭了去做生意 你做什麼生意 其實講起來也基研 從事什麼工作 因為我去國王飯店應徵業務員 也去蔡神州那個大洋塑膠 去應徵作業員 都沒有人要錄期 為什麼 我那時候混亂不平 我大學畢業 為什麼不錄期 跟大學生死 沒錯了 後來我自己當老闆才知道 假如我指教一般人 直接一個博士來應徵我 我怎麼會用 這個人做不久 公司老闆會考慮說 你借人的協力 跟他要做的工作 他會不會做久 顯不相符 對 顯不相符 你可能減時多頭路而已 要做一段 他不能 這工作 他希望找一個人 他一定希望持續 持續 所以我以前一定想 我覺得還蠻優秀的 為什麼人家不錄期 自己當老闆才知道 你不要開公告公司 那是因為廣告公司錄期我 就這樣就剛好 所以這個就是基研 所以你不要開公告公司 有賺到錢 有啦 有賺到錢 所以才能夠 因為 一般我們做廣告公司的老闆 大概都協徒畢業 是 賀塞啊 賀塞啊 所以他可能他的 那我做廣告就跟人家 比較不一樣 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比較有新的觀念 還是這樣 你做到一個方面的工序 我就是做 黃地產廣告工程 我拼了 拼了 拼了 台灣房地產最好賺的 對對對 搭上台灣房地產的熱場 但是房地產在90年代中後 幾個房間之後 要怎麼辦 當然我的人生也跟著像銀下回哲 我曾經民國71年 那時候 萬家興台北房屋 還有華美張克東 還有劉淳毅 經濟建設 還有那個 重力投資啊 還有經濟建設 那時候給我倒2000萬 你倒2000萬 你知道那時候 那個月才去房價大樓 一瓶才12萬 沒人要買 預售沒人買 我那時候被倒2000萬 你看多大的數目 我那時候本來從 已經有13間房子了 開那個千里馬 OK 那時候沒有進口車 你算嗎 對 開歐洲 就這樣子 那人生的大樓 你不敢開嗎 我常常在講 很多人像噴到這種 可能自殺的 不然就是失去鬥志 是 但是 阿扁講說 貧窮是給人家 最好的禮物 這個我覺得應驗在我身上 因為我從小到時候這種 刻苦的生活 也看到爸爸媽媽這種的 這麼辛苦 所以 我有一個信念叫永不放棄 我對自己 我非常堅持 有時候人家說 我是打不死的蟑螂 就是這樣子 我當時連 有時候要吃一碗洋蔥麵 我還曾經去撿寶特瓶 才換一碗洋蔥麵 真的 OK 那時候寶特瓶兩毛錢 兩塊錢 對 我撿15個寶特瓶 換一碗洋蔥麵吃 那時候生活 沒有 就等下 你 寶特瓶開始換錢 差不多是25年前的事情 對 71年的時候 民國70幾年那時候被倒 兩千萬就是這樣子 OK OK 那撿寶特瓶換一碗洋蔥麵吃 真的 OK 我還曾經 去運動場撿寶特瓶 就被 因為 就是被運動 就他們在打球的發現 他認識我 然後他丟給我 然後我就撿起來一抬頭 他看到我說 我還是集黨的喔 你如果在撿寶特瓶 我說沒有啦 我在做環保 真的 那會給你驚嗎 沒有 他相信我講的話 好 他相信我講 其實我是真的 歡迎一碗洋蔥麵吃 好